脑洞电影院 三体的电影版凉了 但值得期待的还有这些科幻片 对科幻片爱好者来说 三体电影版一定是一个 永远在期待列表上的项目 但是从13年开始传出拍摄信息 到现在18年了了无音讯 看上去应该是凉了吧 但不要悲伤 不要难过 脑洞电影院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新一步的案例 保证能蓄满你今年的期待值 侏罗纪世界会在今年推出第二部 大概是怪兽爱好者的大福利了 这个在侏罗纪公园后最好看的怪兽电影 在视觉效果情节和回忆沙上 都做到了让人无法挑剔的地步 相信今年的续作也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 无论你占漫威还是DC 今年都是非常丰盛的一年 《复联3》《死尸2》《蚁人2》《海王独夜》 以及《三月已经上映了的黑豹》 要说目不暇接啊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了吧 但《脑洞电影院》今天要给你重点案例的 是一部画风跟之前这些完全不一样的硬科幻作品 4月13日就要登上国内院线的《烟灭》 这部由纳塔利波特曼主演的电影 讲述的是生物学家丽娜 为了解丈夫消失出现重病的谜团 自愿加入了由5名女性组成的科学考察队 去研究美国领土一块被简易隔离的生态灾害区域的故事 《烟灭》的原著是杰弗·范德米尔所著的 《遗落的南境三部曲》的首部同名小说 要说他有多厉害的话 还真不得不提到三体 众所周知 三体获得了2014年度 美国奇幻科幻协会星云奖长篇小说类的奖项提名 那一年打败三体最终获奖的 就是遗落的南境一 《烟灭》 所以在脑洞和情节上 《烟灭》已经有了来自官方的保证了 此外 《烟灭》的导演亚里克斯·加兰 上一部作品是口碑颇好的科幻片《机械机》 它的风格到《烟灭》表现得更为明显和彻底 有人评价《烟灭》的时候说 即使是一点科学都不懂的文可声 单是感受《烟灭》的画面 和其中冷卷神秘的克苏鲁风格 已经足够给这部片子大好评了 更何况 《烟灭》还拥有着非常高级的内核 所以这部赛三体的电影 4月13日 不去大荧幕当个艺术片来欣赏 是不是有点亏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